國務院新聞辦發表 中國共產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大實踐白皮書 介紹內地人權發展進程 又說中共已經成功行出了一條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發展道路 陳菊陽報導 白皮書以保障人權 人權發展和公民權利七個篇章 伸出了中國人權發展狀況 當中提及中國共產黨過去100年發展期間 如何為人權作出改善 白皮書提出中國政黨制度 指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競爭制 亦都有別於一些國家實行的一黨制 國民主黨派不是在野黨 亦都不是反對黨 他們是接受中共領導 強調是中國政黨制度的基本特徵 法治方面 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完善了保障人權的法律制度 保障當時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 又說中國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 法院審判權力和責任清單 嚴格對違法審判責任追究 另外白皮書也提及到教育、扶貧和民族自治等人權保障 在民族自治方面 只在國家領導下 各小數民族可設立自治機關和享有行使自治權 強調各民族自治都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民族自治機關都是由中央政府領導 都必須服從中央 至於宗教問題 白皮書說中國始終堅持從本國國情和宗教實際出發 實行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強調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管理 但不會干涉宗教內部事務 白皮書又說中國實現尊重、保障和發展人權 沒有現成的框架可以照搬 必須從本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 又說會堅持將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和本國實際相結合 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 有線電視記者陳國陽報導